太极拳是健身运动 也是防身技能 八百年来流传越来越广 就是西方人士提起中国功夫 也没有不知道太极拳的 相传太极拳传自宋朝道士张三丰 这种拳术以静为主 主张以静制动 以柔克刚 面对敌人的时候 要心平气静 应敌人之变动而变动 顺着敌人的权势 引之落空 拾其重心 然后借力回击 做到敌手一动 我手即智 敌手一转 我手即变 运用出于自然 丝毫不嫁思索 伤敌于无形的境界 打太极拳要慢练 是求取身心疏和 建议增进健康 同时可以松弛全身筋肌和各关节 达到手足利落 步履轻快的阶段 硬敌便能伸手敏捷 变化迅速 太极拳的慢练 就是要达到最快速度的基本方法 这也就是一经 物极必反 因极为阳的道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